俄羅斯總統普京11月9日宣示 俄羅斯擁有比美國更先進的核能力 普丁表示 與美國不同 俄羅斯無權發動預防性的首次核打擊 但俄羅斯先進的高超音速武器 將確保俄羅斯在受到攻擊時能夠做出有力回應 普京說 在美國有一種理論 甚至是他們軍事戰略中的實踐預防性核打擊 在我們的戰略中 有對罷工的回應 這裡沒有秘密 對罷工的回應是什麼 這是針對對我們的罷工的回應 所以 美國有這種預防性打擊的理論 這是第一個 其次 他們正在開發解除罷工武裝的系統 它是什麼 這是現代高科技武器 對控制點的打擊 奪走敵人的控制系統 就是在解除罷工的回應 這次的訓練 是解除罷工的回應